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又是拉丁小课谈的时间了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samba的boss,samba的弹动 其实之前呢,老师常谈说了很多的类似的话题 那有的小伙伴就说,为什么我跳出来总感觉跟老师们跳出来的好像不是一个舞种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结合之前的一些笔记的细节来详细的说一下 我们之前有说过,samba是后边发力 那我们去跳samba bounce的时候,有的小伙伴还去 身体会有一个摆档,好像是后侧在推,可是总感觉自己在前后摇晃 那这个呢,是第一种 第二种,1,2,3,4 好的,我相信这一类的小伙伴呢,会觉得说 我们老师说的是我们的核心要收缩要挤压 没有问题哦,我们的阶段不同,都是OK的 我们结合刚才这两种不同的阶段呢 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会产生 一个是产生卡顿,一个是产生摇晃 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方式 在这里呢,大家看到我手上的保文杯了没有 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不是带货啊,是举一个例子 恰巧我的保文杯这里有一个卡环 那我们这个卡环呢,相当于什么咧?相当于我们的 胸腔横隔膜的位置 我拿在手里,我的手相当于我的肩膀和我的头 那我们横隔膜,胸腔和我的头是连接的 我的杯子的杯体,上半部分是我们的核心中段 下半部分是我们的腿跟脚 那我们的桑巴的bounce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看,大家能够理解吗? 啊,实际上我们的胸腔以下 我们在做bounce的时候,我们的胸腔以下 实际上它是柔软的丝滑的 而不是一卡一卡 或者是前后摇摆 对不对?这个例子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明白吗? 我的核心,我的腿和脚 好的 那我们运用到我们的舞蹈里啊 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的胸腔的横隔面是断开的 其次我们只看到了前边的部分 因为我们跳舞都是冲前方嘛 谁跳舞冲后面啊,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到的第一表象就是 我好像用中段再去做了一个挤压 好,那这个可以说它是一个表象 它有没有发力?有 但是它不是第一发力点 第一发力点在哪里? 在我们大腿后侧和屁股 以及我们的脚掌和脚后跟的一个重心的转移 同样的力量源于地板 这个真的是说了一完遍了 好,那么我通过我的屁股和大腿往前推 这里如果不发力的情况下 我的律动会很小 我的弹度会很小 那它推到前边会有一个向上翻骨盆 它是被动的表象 它是你视觉上的第一发力点 视觉上啊 但是它实际上是第三发力点 如果我们把大腿 屁股 一、二通过它 一、二、三弹起来 一、二、三弹起来 看我的上半身 一、二、三、四 我根本我上半身这里我没有动 也没有动 对吗? 我是分离的 这个是我们samba的弹动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的横梗模式要做分离 其次 再说我们前后的弹动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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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们在课堂上 老师经常让我们做类似的一些练习 那在这里练习的时候 小伙伴们就会变成 一、二、三、四 又板了 又硬了 又不知道重心怎么推了 或者会变成 一、二 重心放不下来 脚跟落不下去 还是那句话 首先 Samba一定要做到横格模胸腔 和下面核心的一个分离 其次 当我们出脚的时候弹动 它是一个 从直到弯 上重心 转胯 它的腿直 往后退 这里 一定要落根 如果不落根 就会变成 你就是飘着的 你就是在上面的 你就是永远跳不出来 那种在地上的看前 那么再来 一、二、三、四 大家想后面 想后面 前面的核心 前面的中段 它是表象 相对于横格模以下的部分 我们都是相对于放松的 大家把所有的思想 想法 全放到后侧 去推 去发力 包括我们的原地SambaWork 包括我们的Whisk 都是大腿屁股后侧的发力 那关于后侧发力 小伙伴们请参照 这篇笔记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关于Samba的